这个猪肘子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吃的呢 因为猪肘子它的口感特别的好 只有一层皮抠抠它嫩的肥而不腻 这个瘦入一点都不柴也特别的香 所以呢是深受欢迎 今天咱们就来给老本做一个凳的 先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买的时候已经叫年轻的老本娘给烧好皮的 然后也叫它从中间劈开了 不然拿过来到时候我们还只能把它看着 用刀再反复的刮洗哈 清洗干净的猪肘子 咱们来切一下哈 沿着它砍过的这个固头切就可以了 稍微切来大块一点 太小了感觉 蹬出来没那么过瘾吃起来 这个肘子的话还是挺大的哈 可能要蹬一满的一锅了 还记得上次啊 蹬了半只猪肘子 老本说少了 没有吃过瘾 这次这一个大肘子就绝对够吃过瘾的 摘好的猪肘子冷水下锅焯一下水 来上一点姜葱 料酒 焯开过后咱们把这些浮沫给它打掉 再煮五分钟等一会捞出来冲洗干净必运 煮久一点是把它煮透 彻底的把血沫这些煮出来 另起锅来上一丁点猪油 下入焯好水的提昆 咱们炖这个猪肘子一定不能直接炖 直接炖的话会比较油腻 先给它扁炒一下再炖 稍微扁炒后来上一点姜葱一起炒 加入热水 烧开后用勺子打去这些浮沫 浮沫的话就是姜材炒这个肘子的猪油 再丢上几口干发酵去腥味压异味 给它转入高压锅里面 用高压锅的话主要是快 其实最好的还是用砂锅慢凳 盖上盖子上漆过后用小火压12分钟 咱们炖肘子的口感是喧香的 光是喧香肯定不行还差点意思 这里我还准备了一点瘦乳 咱们再把这个瘦乳给它做成细嫩爽滑的 两种口感吃起来更加的巴适 切成厚片就可以 咱们切入在不好切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片 给它按紧的片过去就可以 来一点盐 鸡精 再来一丁点料酒 少许的水 下手先给它抓匀 让这个肉片把姜材放下去的水和料酒这些都吸收了 紧接着加入红薯淀粉就是了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给它打上一个鸡蛋 调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每一块肉上面都沾满了厚厚的红薯淀粉 再来准备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 说老实话萝卜我觉得可能应该会比肘子啊肉啊这些都更受欢迎 因为这个萝卜吃起来超级的清甜 口感也好 切成块就可以了 肘子压好了满满的一大锅 一顿我们肯定吃不完 所以先给它舀一半出来 给老本剩一半 到时候我不在这里的时候 老本一个人就可以加点蔬菜煮个汤 这时候咱们给它调味一勺盐 虾背萝卜 煮15分钟左右 把萝卜先煮趴 萝卜煮来差不多了 咱们把这个花肉给它放下去 有喧香软糯的肘子 还有咱们这个细嫩爽滑的猪肉 绝对的巴适啊 其实放花肉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我儿子他比较喜欢吃花肉 他不怎么喜欢吃这个凳的肘子啊这些 入地形过后 咱们轻轻的给它刨一下 记得一定要地形后才刨哈 不然的话 到时候煮出来 汤全部就跟勾了芡一样的 入煮熟过后给它调味几口滚 骨胺酸辣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个绝对的巴适哈 有花肉 有肘子 还有萝卜 荤卜 荤素搭配 萌萌的一大锅 真正的是要吃个癌医 甩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美味继承 喜欢吃蘸水的还可以打上一个蘸水 就是重口味了 非常美味的花肉肘子汤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 荤素搭配 营养健康 口感层次呢特别的丰富 方法简单 一边看着冬画片 一边就能够做好的一道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肘子 有时间的时候试肘去告一行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勾 辛苦了啊 那多吃点这么重 对 我要吃萝卜 好不用夹了我自己夹 我要吃 嗯 吃一块滑肉鲜 还可以 是不是因为是你给我夹的所以才好吃 是这个原因啊 嗯 这肘子正趴了嘞 溜趴溜趴的 看到没有这个肥子一闪一闪的 吃肘子再不如吃蹄子 瘦肉太多 什么意思肘子瘦肉太多了 你不是要吃瘦肉吗 你怎么又又说瘦肉太多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吃瘦肉 他一上午都在抱怨 不得在抱怨些什么 我今天路上走他 抱怨什么 晚上你要来弄我 早上要来弄我 口水都不要让人睡 还要人干活 早上你起来就忙到现在 你晚上不要弄我或者早上也不要弄我 7点 昨天晚上睡觉太热了 他一个就在那上好热好热 我就拿扇子给他扇 怎么可能 早上7点多有冷 我都没休息啊 我给他扇子一晚上扇子 他在这边 我都没说什么 你刚好人 nice